我们以为温政山东已经够硬核了 没想到四川问连才是真敢拍眼 直接给领导发耻辱证书 最近温政山东火遍全网 让观众明白 原来还有这样的精彩节目 可其实温政环节各地一直都有 只是观众没发现而已 就好比四川号称是最勇的城市 一当阳光问连成了官场照妖镜 让记者暗访清岭村 发现这里的庞子破败成废墟 部分建筑还坍塌 有农户想改 却被告知这是国家级村落 不允许私自修整 之后记者采访乡长 乡长表示 资金两年前就已经就位 但设计图今年五月份才能修改好 江丽乡动主 要向住建局申请 但古建筑到底是拆还是修 至今没人给个说法 只能眼睁睁看着村民住在微房里 见效率如此之低下 主持人气愤地问乡长 到底什么时候打算动工 被劈头盖脸批评的乡长 假的不敢支持主持人 双手也开始发抖 一个劲地承认错误 我们现在 针对这个工作呢 现在啊 我们 这个长期规划 而一旁绝望的县长 已经意识到是作风问题 当即表态自己回头就会争碍 被公开处刑的县长也说到做到 后续就有15人被追责 立案调查 而村民得以搬离村庄 该村落也成立专门的保护项目 或许 这就是阳光问连存在的意义吧